大家好 我是LoLo 169級第六個兵魄今天就來了 今集會講一下不同職業的屬性選擇和性價比的升級方法 用最小的資源得到最多的戰力 179級的時候會多了一個新玩法叫做練骨 這個玩法其實就跟這個兵魄第一個重新去升的玩法一樣 所以大家升完這六個兵魄之後就要開始留這個珠魂石 因為後面這個練骨一個兵魄大約可以加到8-10萬的戰力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來到今集的內容 首先我們看看第六個兵魄 它升一次需要24個珠魂石 而洗一下 是需要用到6個乾坤珠 它就跟第2個和第4個兵魄一樣 可以洗的屬性都是一樣 在這裡可以讓大家自己看 物質畫樓就會講一下 不同職業的屬性的選擇 考慮到性價比 和普通玩家的屬性推介 因為洗一次 需要6個乾坤珠是非常貴 如果輸出的話我會建議大家使用 2破防 2步擊 1防禦 恆山的就是2防 1爆擊 1格擋 1氣血 然後就會講一下性價比的升級方法 大家可以先把這個兵魄升到8級 6 5 3 3 3 之後才升2 升完之後大家可以再變成 8 7 5 4 3 2 這樣升 性價比就會最大 升完之後大家就可以開始留石 等179級才升 今集我就不用熟了 等下一次的雷燒活動我再用 應該就明天或者後日就會出這個雷燒活動 影片先來到這裡 還沒訂閱的幫忙按我訂閱分享讚 我是Sherz君臨天下 ID LoLo 多謝你收看 拜拜 1 1 2 1 有 3 4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